天王星是我们能够用肉眼看到最远的行星 它的位置距离太阳大约29亿公里 同时它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的第三大行星 体积十分大 大小仅次于木星和土星 它的直径又为52000千米 相当于有60多个地球那么大 由于矫蓝吸收了大部分的红色光谱 所以整个天王星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海绿色球体 用我们的肉眼看上去是十分漂亮的 而且天王星是太阳系中一颗十分特别的行星 一、最冷氰气和氮气是组成天王星的主要成分 天王星里还有大量有水 加氧结合而成的冰 所以说它是太阳系中最冷的行星 其地表平均温度有零下180度 而最低温度只有49k 也就是零下224度 是一颗不是以生物生存的行星 二、最懒天王星的自转周期是17小时14分钟 再加上风的助力 它自转一周只需要14个小时 于地球来说实在是神速 既然天王星自转那么神速 那为什么说天王星是最懒的呢 与其他行星不同的是 天王星的倾斜角度大约为98度 几乎是很握在轨道平面上的 就像滚着前地一样 但其他的行星的自转周 相对于太阳系的轨道平面基本是潮上的 三、昼夜天王星的季节 交际也是十分特别的 它的一个昼夜就能持续42年 也就是说太阳照射其中半球的时间长达42年 而另外一边就是处于非夜的状态 如果按照日出起落这样算一天的话 那在天王星的一天实际上就是已经过了42年 四、光环天王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天王星是有光环的 它的光环大约有20种不同颜色 虽然它的光环没有土星的那么亮 可是大小却是相差无几的